最近有一个抖音的影片爆红了 我觉得是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保守派都应该看一下的 是一个充满着爱 但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一个短片 同时带着一个非常美丽的讯息 我们的节目常常讲到很多议题 特别是每次抖音 一堆脑子有问题的年轻人 在上面推行他们激进的 这些性别错乱的思想 通常我们都是嘲笑他们 有的时候为了他们感到很同情 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 我目前看过我最喜欢 甚至有点暖心的一个影片 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她性别错乱 认为她是一个男生 然后她在上面阅读一封 来自她奶奶的信 本身上把孩子有名的力量 其实没有 不能以致自己的主要名 在在这中央的结束 可能显得 我决定说 我们这个 Fuckin' 祭祝的 这个故事 我将会认为你不介意 i know you decide to identify yourself does not change my deep love for you honey because of my concerns for your soul and your mental health i am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jesus in adoration the my cousins last names are doing the same for you um then she lists m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cousins that are below the age of 10 who are apparently um offering up special personal sacrifices for me who i didn't tell um that i wanted to go by mike i didn't want to i haven't talked with your godmother and her family but i'm sure they would do the same for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you are cherished and loved it would be a joy to see you and be with you during the christmas um it's celebration of her lord's birth yeah 我之前以为就是面对变性人或是性别错乱的然后被意识形态 冲破脑子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好好的正面的回应我知道有些回应的方式 比较好有些回应的方式会很糟糕会促成反效果但是这位老奶奶告诉 我们一个完美的回应这个就是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回应那些 我们很在乎很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当他们告诉 我们说他们是变性人然后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有什么病或者是什么 怎么样的什么什么错乱的然后他们想要换名字想要使用一个自己 创造出来的假名然后要要求你也要一起假装完这个他们脑子里 自己蹦出来的半家加酒这位充满智慧的老奶奶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 回应方式然后这位女生这位女孩很明显在经历一些 肉体上心灵上信仰上错乱的问题 她一开始其实就把整个变性人还有什么自我认知的东西全部破解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她说我想要大家都叫我迈克但是我奶奶寄了封信给这个谁谁谁 我不想要告诉你们这个名字因为我不想在网路上使用我真正的名字 各位有发现吗他不是说迈克是他真正的名字吗他不是说他被 叫了一辈子的名字出生就有的名字那个名字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那个名字不是不存在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不是消失了吗 但是他怎么会在这边说我不想要用我的real name真正的名字呢 因为真正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知道说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真正的名字 他们如果要拒绝承认他们自己真实的名字的话就表示他们可以拒绝承认他们真实的身份 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或许可以暂时的临时的逃避目前他们人生面临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真的而且允许他们鼓励他们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不面对现实一点慈悲都没有 同意他们没有任何的同理心没有任何的同情心 这位老奶奶信上面写的回应是我看过最真实最纯粹的同情心 因为同情心同理心很大一部分就是跟那个人一起受苦 这位老奶奶在信上面也跟她说她会跟她一起承担这个痛苦 Have anguish 但是她要坚强然后要跟神花更多的时间活在神的祝福里 Blessing in our Lord 不只是这个样子你的表情也在为你做所谓的personal sacrifice 自我牺牲 他们也跟你一起承担跟你一起痛苦 因为他们的同情心 他们的同理心 这是一个完美的回应 完美的方式 这个就是真正的同情心跟同理心 我们知道很多父母会被试探 就是说我自己有想过就是哇 万一有一天我认识的人这个样子的话怎么办 甚至万一有一天我的小孩性别错乱的话 我会怎么办会怎么应对 我知道我会很想说就是 没有关系你开心就好 我只要你开心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要我叫你什么我就叫你什么 你想要当什么性别就当什么性别 我只要你开心 我只想爱你 我只想要跟你维持好关系 这个是每个父母都必须要面临的 因为我们好爱好爱我们的孩子 我的女儿会跑过来跟我说 爸爸我想吃巧克力 然后我说不行 等等就要吃饭了 爸爸我想要吃巧克力啊 不行就是不行 OK不要逼我 爸爸我要巧克力求求你一颗就好 好吧反正无伤大雅 但是等一下你还要吃饭呢 不要告诉妈妈哦 没有小孩的人很难了解就是 跟自己小孩说不要 不可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老奶奶展现或许她很年轻 我是这位奶奶OK 展现给我们看了什么叫做真正的compassion 同情心 什么叫做同理心 耶稣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爱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跟他们一起承受痛苦 带着他们在神的大能当中找到平安 这位老奶奶真的是给我们很多智慧的方向 所以这年龄增长 智慧也是不断地变更高的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